这里我们一会儿再研究 这就是三倍杠杆 前面也要够给大家看看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三倍 但是Yay to Day就是由年 1月1日2019年到今天就升了四成 大家想想有什么启示 我的时间关系我已经按完给大家看了 第一个叫ITA的ETF 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成分股 这就是ITA 波音是有的,11% 你又知道是ETF 但占纪重值很大 它全世界最大间,市值这么大 这里你也不用逐个看 跟回昨日印度的影片 HECO HECO?不懂 有时间再研究 总之给大家一个概括的概念 给大家怎么找ETF 那之后 比重怎么怎么 这里有看它的 Expenses 管理费 Kili卡拉那些 我们都不在这里说 因为有 0.43% 不过这些管理费 对长期来说 才会有一个大一点的影响 短期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我个人认为 第二个XAR 咦?有没有波音呢?有 那它的占比重低一点 每一只4% 那看着大家 你想拼去更大的公司 还是拼去一些 省一点 小一点的公司 那这个呢 就自己决定了 不看了 PPA 多多 我不想看 这一只 刚才三倍的 国防 Defense 其实因为 航空和国防都有密切关系 所以 都会 有相关的ETF 有些ETF 不是这么笼统 就是说航空的 什么鬼都有 那这都不详细说的了 那看完之后呢 有些文朋友也说 那 那 现在4制要怎么选 那如果有看昨天的 集数呢 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选 就是应该看一下 究竟 和指数啊 或者和 股票比较 那我们和股票比较 比较 快一点点 这个就是波音的图 那我们可以按比较 那比较完之后 就进入刚才的ETF 那个Number Number 就是ITA 那我试一下关系已经按了 按了 这样 那这个呢 不要看 这个是数 就是每一股呢 多少钱 或者每一个资产unit 是多少钱 我们应该按回百分比 究竟升了多少 那 大家看到了 大家看到了 红色线 这个就是ETF 那这个就是个股 那有些朋友说 那就是买个股 正一点 呃 橙色线就是成果行业平均数 是波音这期做得挺好 那这个 大家自己衡量一下 究竟 是你眼光好啊 还是怎么样呢 那这个 呵呵 你又一样急插花 就差不多了 那我长期都不知道了 但是 如果一个正常的小股民 当然是想轻轻松松的 都不想这么拼 那 那么 还有我不想看了 我买了整个学研究竟都不用看了 但是波音呢 每天都有新闻 我真的挺难受的 就是过多几天 会有 多个国家制裁 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就是这样 那我们一次个按了 刚才那四个出来 其实差不多 因为刚才那些买的东西差不多 看见到 线上呢 就给大家看到 是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 买ETF 由今年年头去到现在呢 就赚了 14 至15 至16% 那买波音都赚17% 不过中间呢 大幅波动 咯 刚才也都说了 ETF呢 除了有普通的无杠杆版本 就有个有杠杆的 有杠杆版本是很贵的 那我们有时间可以再说 包括它的 波幅计算法 还有它的手续费 还有它那个 即是 那个价呢 是每天它再重复的 很复杂 那还有它的追踪偏离 都很紧的 那这个呢 有机会再说了 那大家三二一 按下去呢 你会看到 哇 如果你 没有买波音 反而买这个 航空业的 ETF杠杆呢 三倍杠杆呢 哇 你看看 真的 没有困擦 你看看这里 多重要 15% 乘3 就是45% 差不多了 所以呢 这个很值得大家参考 参考的 那有时间再按 多少年期给大家看 那我们 大概 ETF和过股呢 都大概分析完了 那我说完 ETF的好处了 那我这里说完了 ETF好处呢 一定是不及过股的了 那当然不要看那些杠杆了 杠杆呢 我去到后期再详细分析给大家看 一般小市民或者一般股民 就不建议买杠杆的 那正正常常买呢 其实买ETF的目的 都是想你睡觉 舒舒服服去投资 还有 都不想做那么多研究 不是说不做研究 是说做完完之后 一个长期税势 是不会突然突然改 那你可能每三个月定期一次 定期检讨一次 但是 你看波音日日有股票 你睡不睡得着 那你都烦了 我那次不是只是波音 全香港各个股都有这个问题的 那这个你们 有些人比我聪明 那我就 不知道了 我不想这样 我不想天天提心吊胆 还有买了下去都控制不到的 我不是说过股不好 但是过股的 就是 要成功赚钱的 学习机制呢 很差 学完之后 但这些出来 我有贵得股吗 我根本学不到东西 反而 我ETF长期来说 愉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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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愉 ـ违愉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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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愣 我买完了卖完就不想理他 耐我 有时 也并不懂一些朋友和他们只是那种 跟他们 fenomen 我不是要回说 Jest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投入这个游戏 哎呦 波音ais 他不知哪一隻喜歡 喜歡一些很奇怪的股票 什麼茅台什麼 藍哥壁嗎 他經常把股票跟他的想法 或者當公司是一個他朋友 很值得投資 花很多心思做 其實這些都是神經病 老闆根本不知道做不做到 他就說說一定做到 不再說他了 被他聽到這個頻道都在玩 多說一句 我買這些想賺錢和不想理那麼多 我不想和他談感情 說什麼關係 老闆好不好關鬼事 我只是想買完之後安安和我睡覺 吃飯和上班和玩 沒有人想研究這些是吧 研究完一次就算了 好奇怪 說到比較平穩一點 打錯字了 沒有太大的上落 長期好 其實是壞處來的 這個ETF 爆發力沒有個股那麼好 沒得收購的 ETF 裡面其中一個被人收購的話 都不會影響很大 再者 今次這個波音事件對ETF都有影響 不過都不是很大 對比起個股 一天跌成40元 不知道多少 神經病 還有呢 ETF壞處真的要很宏觀 看東西 不是只要看航空業 要看中國 美國 歐盟 對航空業的發展 經濟跟增長 都是麻煩的 不過我個人認為 每一件事都 都 有些不確定性在裡面 而 股票的不確定性 一定比ETF ETF 行業 向好或者向差 是不能夠逆轉 雖然它都有點難估 其實每一件事都難估 但是 你會見到很簡單的例子 你現在在用什麼 你用到Youtube 你用到Google 用到Facebook 會多一點 或少一點 當然越用越多 這個趨勢都 沒得去過 沒得去逆轉 我不知道 可能你們越來越欺負 越來越用少 用少一點 我不知道 這個也是個趣事 一時再說 好處方面 剛才說了波動性 有些人說 這麼差 波動性 不夠刺激 不夠惹味 不夠好玩 個人的觀點 我不喜歡這麼刺激 有些人說 買Bitcoin不刺激 我覺得買Bitcoin不刺激 買Bitcoin是 對我來說 我研究完之後 我安心 睡得著 不要說那麼遠 不可能造假 整個ETF 整個行業怎麼造假 除非你收購了整個行業 所有公司一起玩 那盤數 你才可以 哪有這麼有米 這麼有米 不用做這些業務 神經病 這裏都不詳細說了 不可能造假 不可能造假 第三 那不夠刺激 你就可以加槓桿 大家加槓桿 有很多壞處 跟大家說清楚 這個後話 我回到剛才的圖 槓桿雖然你說可以很厲害 但跌到去很厲害 我遲些再展示圖給大家看 今天分享都差不多 希望在這集裡 給一個更加實在的說法 究竟買過股和ETF 擱著好處和壞處 而比較個人來說 波音或者過股 我就不建議大家 放這麼多時間心機下去 原因是因為 就算公司老闆 都不知道明天發生什麼事 而ETF來說 趨勢就是這樣 不能去逆轉 那這裏都分享完了 今天分享這麼多 之後 我不知道你想聽什麼 有什麼想聽 就留言 有什麼想說 或者有什麼想問 就留言 今天分享這麼多 訂閱和Like和Share 拜拜